全国原住民族的运动会 昨天晚上在罗东文化工厂开幕了 大家相当期待的开幕表演 特别安排了全国知名 在地著名的原住民演唱以及舞蹈团体 带来精彩的演出 散发着充满浓浓的原住民风 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他们精湛的演出 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将罗东文化工厂16根顶天大柱 包覆上16个族群的图腾 并且在夜间打灯 非凡的气势之下 也象征着原住民族群融合 大家齐聚南洋同场竞技 而在开幕演出之前 还邀请了五位泰雅族祈老 来进行传统的祈福仪式 向祖林们来祈求比赛圆满顺利 开幕表演还特别邀请全国知名 以及在地住民的原住民演唱 以及舞蹈团体 进行一连串的精彩演出 包括有史瓦利乐团 台东县海瑞乡 马马马部落永续发展协会 马加巴海文化艺术团 设计文化创意舞蹈团 易拜维吉 以及本县原乡学生的主题表演 为大会开幕带来浓浓的原住民风 以及精彩又热闹的序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接着四位原住民歌手热情的高唱者 大会主题歌《原住民的孩子》 在动感的歌声当中 在妹哥喜妹的陪同之下 大会筹备会主任委员林之庙县长 带领着大会的筹备委员进场 也为开幕典礼进场 注入了一股热情及活力 一蓝新闻记者 十四名 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